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来和大家聊一聊 失业金的福利暂停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有坏的一方面 也有好的一方面 我们先不带自己的主观色彩 咱们先客观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闻 那就是说在最早6月份的时候 截止昨天为止我周到的消息是 美国将会有23个州开始停止 失业金额外福利 就是每周的那个300块钱 大家都知道在自己经济的方案当中 每周额外的300块钱补助 其实是将会延续到今年9月份的 但是从昨天我所了解到的消息是 已经有23个州提出 要在6月份的时候开始暂停这个 额外的失业补助 每周300块钱 那么原因是什么 就是不少州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认为 现在失业福利发放的过多 导致了不能刺激大家去找工作 不能刺激这些经济的恢复 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计算 他们就表示 现在领取全额失业金的这些人的平均工资 已经超过了美国 实行15小时的全职工作者 那这样子他们认为是不利于鼓励大家出去赚钱的 那劳工部呢就宣布 如果说各州决定放弃参与这个活动的话 联邦政府是没有权干预的 白宫呢也是不能迫使各州来给大家付这个额外的补助的 所以说一旦各州停止参与呢可能有近三百八十万的失业者就不能得到这个额外的失业补助了三百块钱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和大家来分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哪些州要停止 在什么时间停止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停止这些 不管我们所在的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出来 我觉得现在咱们老百姓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了 尤其是全额领取这个失业金的这部分人 那如何应对这样的突变呢 来和大家介绍几种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吧 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哦 尽管我现在没有天天在说失业金 但是如果说失业金呀还有各种福利 有相关老百姓的这些福利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持续关注一下如愿行者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说截止六月份开始呢 哪些州就决定取消这个额外的三百块钱每周的失业福利了呢 那接着昨天我收到的消息 阿拉巴马州6月19号平址 阿拉斯加州6月12日 亚利桑那州7月10日 阿肯色州6月26日 佛罗里达州6月26日 乔治亚州6月26日 爱达河州6月19日 印第安纳州7月19日 爱荷华州6月12日 密西西比州6月12日 密苏里州6月12日 蒙大拿州6月27日 西汉布什尔州6月19日 北达科他州6月19日 俄亥俄州6月26日 俄克拉河马州6月26日 南克罗来纳州6月30日 南达科他州6月26日 田纳西州7月3日 德克萨斯州6月26日 犹他州6月26日 西佛基尼亚州6月19日 怀俄明州6月19日 因为我是说的中文的州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说的标准不标准 如果我说的有错的话 大家不要喷我 就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就行了 把这个意思传达到就好 那其实在额外的失业补助300块钱停了之后 其实你如果说还是在领取失业金正常的领取的话 你本身的这个失业金的这部分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现在至少是我查到的消息说 有22个州对于返回工作岗位的人 会提供一个2000块钱的激励奖励 那代替这个每周300块钱的额外补助 因为鼓励大家重返工作 以及给大家一些重返工作之后的奖励机制 也是为了抵律这个疫情之后 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问题 那说完了这些呢 那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 各个州的小伙伴已经开始进行对比了 那么遇到的问题就是 如果说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停止了 我们现在应该做哪种准备呢 我觉得现在是所有领取失业金的人 都应该做出这样的准备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停 那么第一点就是查你所在的州什么时候停止 如果你所在的州就在这23个州当中的话 你是应该马上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那如果说像加州一些州还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些消息 那也要每天记得查看一下 这样子让自己心里有数 另外呢大家一定要登录一下劳工局的网站 各州的劳工局的网站 因为各州在停止这样的一个额外的 每周300块钱的福利的时候 大多数的州都是还会提供一个额外的 就是返回工作岗位的奖励的 一般是现金奖励 比如说亚利桑那州就会给全职工作者 找到工作返回工作岗位的全职工作者 提供一个2000美金的奖励机制 或者给兼职工作者提供一个1000美金的奖励机制 所以说大家要登录自己的劳工局去看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福利 第二点呢你也可以在各个网站上去搜索一下 其他的一些援助计划 因为我知道现在失业很多人是被动失业的 比如说其实我本来不用失业 但是因为孩子现在还没有开学在家 我需要在家带孩子 这样部分人呢 他也是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呢 不能领取这个额外的每周300块钱 看看国家或者联邦有没有额外的 给对于这种家庭的一些补助 就是自己要多去研究一下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调整一下家庭预算了 因为在咱们普通的花销当中就是现在忽然少了这么多 那不管有没有返回工作岗位的奖励机制 咱们现在还是要调整一下预算的防患与未然嘛 因为基本上都是到6月12号开始 现在还有三周左右的时间提前做出预算 让自己的家庭不要陷入到困境当中 那么第四点呢我说的就是找工作了 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人一定要修改一下自己的简历 在这里呢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啊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美国找工作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说您的学历较高呢 呃您在找工作的时候 您的简历当然最好是一页纸 同时呢不要太花哨 就黑白的没有照片的 所有的框架都非常明显的 而且排版非常整齐 这样的简单简历是所有的公司都非常喜欢的 除非您是一个艺术家 所以说简历一定不能太花哨 而且英文的简历有很多的讲究 比如说大小写 比如说格式控格 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面试官是非常在乎您的简历排版的 如果您的简历一目了然呢 那当然会使你在简历的这一轮当中占取一定的优势 然后给大家提个醒 在美国找工作跟在国内找工作不一样 一定不能贴自己的照片 那最好的简历模式就是 第一块姓名和联系方式 第二块您的教育背景 第三块您的工作背景 第四块就是您的证书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根据您投简历的这个职位 把您所能有的最高的这些技能都填上去 一定要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当中使用不同的简历 突出您这个岗位所需要的这些技能 如果您的简历里边已经包含了这四项 其实其他的已经不需要了 这四项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这样一个简单的简历是最讨喜的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如果说您的英文很不好 就是说您必须要找中文的工作 那可以忽略我刚才说的一切 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英文类的这些 应该这么投 那中文类的可能大家可以上各大华人网 可能就找工作进行微信上面联系了 这个中文的工作我不太懂会怎么找 因为没有找过 那英文的这些岗位 这些职位这些公司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我刚才的一些方法 那么找工作的网站呢 有Indeed 还有Monster 还有Glassdoor 那么兼职的工作岗位的网站呢 就是Favier 还有Upwork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那首先呢 我今天说一下这个视频里边说到的 各州开始取消这个每周事业福利300的额外补助 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吧 那么好处就是它必然能刺激很多人开始找工作 这是绝对的 那坏处就是有些人真的是被动失业 他是情不 我叫情不得已 是不得已才在家工作的 比如说因为孩子的问题 家庭的原因 所以说 所有的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我觉得 那如果说您听完我今天的视频 觉得您自己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 那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来描述 因为我知道大家看完今天这个视频一定是 可能有些人会说 对就是应该停 我就支持 大家都在躺着领钱 还有一些人一定是 我都没有办法了 我在家照顾老人 我没有办法 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那大家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 做出提前的预判 我觉得这才是这条视频 最主要的宗旨了 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如远行者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投资的话 也可以使用如远行者 节目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进行注册 老虎证券 微牛证券都是有中文的 用小小的资金开始你的投资之旅 同样的 您用我的链接注册 我和您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免费股票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